三立卡大虎 九立來讚佛虎 今天要來讚佛虎討論的議題 在高雄的大拿坡 帶大家看一下這周遭的環境 包括在這個路旁有很多的攤商 其實從早上開始開賣 有些賣早餐 有些賣到中午 廟口 地方信仰中心 可以說是商業活動最熱絡的地方 對於千春議題怎麼看 帶你來瞭解 我們在做生日 人家來問了 聽說你們要千春 為什麼你拼了 拼久就拼了 沒關係 全身不老 什麼就拼了 大環境不好 處理條件說不好 我們這個要怎麼辦 現在的東西 建設上去的 政府要相當好的條件給我們 不要牽口意思 不然牽牽就要大家負責 對不對 要牽大婆 大婆因為要牽我們這麼久了 看起來才賣對不對 牽是要牽 不過拼了 重點拼了 才要給牽比較好 你不可以跟我們牽牽在家裡 再負責了 那牽牽才有意思 那是紅毛港 我真的很不來 為阿門港去用用鐵牽船 牽來大婆 然後現在又要被迫出去 而且我是在這裡做生意 那我以後的生計何去何從 而且要全村 要讓我們牽牽新屋 我們當然很高興 但是呢 我們家裡如果有坐 誰要負責 我感到跟大婆 牽牽在家裡做賣的家 我也不會騎新屋 在晚上 每天都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 吃了不吃 就看起來有一個名廟 現在還要來 還要做 還要做海事 我們就在 老了都沒辦法去做 現在還要成功 還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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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李 要怎麼賺錢 賺二十幾年了 對啊 我今年 二十九塊三十 對 是長得有點臭 那關於就是 牽村的議題 那我是覺得 不要牽了 你有參加過說明會嗎 市場 三加一市場都有參加 在這裡 我們說實在 空氣真的不好 放到 放到房間 不是放到三個房間 那裡都很不好的 那種氣味 把你調起來 舒適的 這種環境 怎麼會牽 問題 要牽村這種條件處理 流離失守 要牽村 我們可以聽到 這一點的民眾 其實很有表達聲聲 但是把海災在裡面 讓他們一個人的獎 剛才說的 一些純路的條件 希望你可以趕快的趨勢 趕快讓我們進去 這個地方 萬國安 帶到這個環境 這裡痛苦 非常痛苦 甚至汙量的痛苦 你剩這什麼 我剩這就是 政府如果要選機 就要把我們簽 跟這次我們選機 都不剩不散了 我們做派生的人會煩惱 哪怕是空氣 做不好 暗時沒辦法睡 整個地方都會睡 古堡落不發電 在這裡 重點就是在這個空氣 太壞 因為這是一個洞工的區 所以說 它的汙量 已經我們在這個大樓 不適合人寄住的一個地方 生活跟工作環境在哪邊 就在住附近 生活也在附近 對 那你不擔心 簽出去之後的生活嗎 不太擔心 因為只要人簽就好了 為什麼在大樓 會討論到簽村議題 這邊的環境到底是怎麼樣 有一位很特別的導覽達人 那我們歡迎他出場 大家好 我是立委 我是熱龍 我也好 前面看全部都是煙囪 這邊是 剛剛是台電的煙囪 台電的大鄰場 中油大鄰場 在過去的中鋼 這裡幾乎是 全台灣最重要的工業重鎮 千村沒有人願意千村 其實 如果你是你的生活的家園 是你4G的家園的話 沒有人想要走 那一定是要提出 比較好的一些條件 才有辦法讓鄉親們願意離開 你看像旁邊這些 全都是油槽 全都是那個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 千村 大力補鄉親們 所遇到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提到地方信航中心的鳳林宮人員 對於大鄰埔千村議題 他們是這麼看的 他目前這種的煙固就 差不多不到4億 可能要蓋不起來 廟的部分就是 怕蓋不開 因為政府給我們八世的條件 是我們要自己蓋房 蓋房 政府過關的根本就沒有蓋我們蓋房了 我們八世的 我們信舵還蓋不開 只要把廟幫忙拿去 聽完了剛從小港大力埔地區 對於千村議題的不同聲音 三里卡大聲 我們往下一站出發